王源可能是TFBOYS中更新自己微博最频繁的人,尤其是在特殊的节日都会更新自己的动态和粉丝互动。 但是今年的王源,在愚人节并没有任何的互动。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天是王源师父赵英俊的追悼会,王源默默去参加了赵英俊的追悼会。 赵英俊是一个很美好的人,热爱生活热爱音乐,热爱自己的事业,虽然生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, 但是他还是很恶观,他写得像小强一样活着,就是对赵哲自己写的。 而赵英俊对王源真的是很好,他不仅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,他还是王源的师父。 王源和赵英俊曾合作综艺青春旅社,两个人因为这个综艺结缘,赵英俊很欣赏王源,并且两人都很热爱音乐。 赵英俊也愿意教给王源一些关于音乐的东西,并且还送了他超级珍贵的吉他。 师徒之情让人羡慕,而且给王源写了三首歌,分别是《骄傲》。 姑娘像小强一样活着。 王源的首歌个人演唱会,还邀请了赵英俊作为嘉宾出席王源17岁生日会。 王源在生日采访时表示,英俊哥是他的师父,教他作词作曲。 王源和赵英俊合作的就像小强一样活着,之前听这首歌,只觉得在写王源的成长经历,现在在听更加泪目了。